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仙人球电影 前面仙人球给大家带来了迅龙高手 维京族与龙族的故事引人入身 那么本期就让我们继续来讲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新故事 迅龙高手2 这里是伯克岛 维京部落与龙族的领地 其他地方的人可能都喜欢削削木头或者绣绣花之类的 而伯克岛的人则喜欢赛龙 会喷火的龙 经历过5年前人龙大战之后 维京人与龙族彻底变成了火爆 以往的屠龙训练如今也变成了赛龙训练 伯克岛的生活变得与龙息息相关 年轻的驯龙师们既非凡 当然要属小格格为其中之罪 手动挡的乌鸦仔又多了一项自动驾驶 小格格也为自己做了一套滑翔翼 配合越来越默契 破坏力也越来越强 近期他俩正在探索伯克岛周边的地图 毕竟族人和龙群的数量膨胀的厉害 伯克岛的面积快要支撑不住了 小格格还有一个小心思 就要断后了 总不能一直让他给自己和雅思翠当电灯泡吧 不过现在要面临着一个难题 老爹一直想让小格格继承自己的组长之位 欲待狼冠必成其中 小格格不认为自己现在有那个能力 他还没找到方向 还不确定未来要怎样 正与雅思翠聊着天 突然发现 刚发现的海岛处冒出浓烟 赶紧呼唤乌鸦仔前去探查 飞进后却中了埋伏 雅思翠的风中龙被一伙猎人逮捕 领头人艾瑞特称 自己的后方有龙族大军 并且对乌鸦仔相当感兴趣 毕竟叶煞可是非常罕见的 几句话被小格格听出了端倪 有一个以德拉格为首的龙族军团 现在正在抓龙来补充做计 这会猎人就是给他工作的 不过他们小瞧了乌鸦仔的战斗力 一发龙言便救走了风中龙 但可以看得出来 新的风暴就要来了 回到伯克岛 小格格赶紧找到老爹 将自己刚才的剑纹和盘托出 捕龙猎手的出现很有可能危及到伯克岛 尤其是那个正在组建龙族军团的德拉格 一旦被他发现了伯克岛 那这里的龙族很有可能陷入危险境地 老爹在听到德拉格这个名字后 脸色大变 立刻下令进入一级戒备 不经许可 所有人和龙不得出入伯克岛 他的本意是在伯克岛严防死守 这个德拉格是个疯子 是个发动战争的疯子 而小格格的想法截然相反 坐以在地从来都不是他的性格 他要跟踪捕龙猎手 找到德拉格老巢主动出击 带着翠斯利追上艾瑞特的船 没有动手而是选择了投降 小格格的目的是去见德拉格改变他的想法 很快船上又多了几个客人 是伯克岛的年轻血龙师们 和最强战斗力老爹 他们是来接小格格回去的 为了说服他 老爹说出了多年前的故事 那是一场盛大的首领聚会 一位来自陌生大陆的陌生人 浑身不满伤疤 身披一顶龙皮斗篷 这个人就是德拉格 自称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控制龙 但首领们只把这当成了一个笑话 于是乎噩梦开始了 一头身体盔甲的巨龙现身 展开杀戮 老爹是唯一一个幸存者 他不认为小格格能敢化这样的人 但这并不能说服自己倔强的儿子 就如同曾经无法说服 他与龙共舞一样 正当小格格格与乌鸦仔脱离船只飞入云霄时 一个面具人出现在视野之内 身下是一头硕大无比的四翼巨龙 小格格格被捉走 没开启自动挡模式的乌鸦仔只能望尘莫及 四翼巨龙带着一群巨龙飞入洞穴之中 面具人挥动全杖 另一头龙将乌鸦仔扔了进来 令小格格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面具人也可以操控龙族 而且一个动作便让乌鸦仔失去了抵抗能力 伴随着面具后面传来呼唤小格格名字的女生 他整个人代理当场 面具人不是别人 正是小格格二十年未见的母亲 瓦尔卡 没等他捋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瓦尔卡带着他从另一个出口走出洞穴 眼前的场景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这里就是龙族的圣地 数以万计的巨龙盘旋翱翔 母亲失踪的这二十年就是在拯救他们 母子二人一直以来在做着同样的工作 隔阂消散于无形之中 在听闻包括老街在内的族人们 如今都在和龙族亲密无间的生活着 瓦尔卡惊呆了 他不相信伯克岛会改变 因为维京人与龙族的仇恨太深了 当年一场龙族的入侵 他看到四一巨龙跃云 竟然在逗弄婴儿妻的小格格 这让他明白了 两族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可惜没人相信这一点 无奈之下只好离开来到这里生活 守护着这个龙族圣地的是阿尔法族 世上所剩无几的龙族之一 龙族之王 他喷住的不是龙岩 而是冰 用冰建起了龙巢 供所有龙族安然居住 这头巨兽就像是龙族的救世主 瓦尔卡想让小格格陪自己在这里生活下去 他会把这二十年学到的东西亲囊相授 但小格格心里还在担忧德拉格的事情 殊不知驯龙小队为了寻找他 已经挟持着艾瑞特到了德拉格的领地 可惜刚刚到达就被制服 这里的龙与伯克岛的龙巢里都不一样 他们都被套上了厚厚的盔甲 与人类的关系也不是伙伴 而是单纯的杀戮机器 德拉格在得知伯克岛的存在后 立刻下令出发进攻龙巢 然后再去占领整个伯克岛 将那里的龙全部纳入麾下 至于艾瑞特没有利用价值的人 就可以去死了 好在危机关头 风中龙为其挡下了弩箭 这已让艾瑞特的内心有所动摇 反观另一边的龙巢内也迎来了新的客人 老爹竟然找来了 在亲眼看到自己的妻子还活着后 他没有抱怨 没有发怒 而是抚摸着他的脸庞轻声说道 你还是和我失去你的那天一样美丽 夫妻二人相拥一吻 什么误会都没了 与此同时 驯龙小队这边也没有坐以待毙 艾瑞特认清现实 及时反水 凭借矫健的身手救出了小队成员 还在救龙时赶到了龙族的情感 但这并没能让德拉格的船队停下 他的军队已经来到了龙巢海域 一场恶战马上就要展开 德拉格手下军队兵强马撞 他的目的是不惜任何代价引出龙王 获得自由的驯龙小队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 稍作拖延 小格格与乌鸦仔赶到战场 马尔卡与月云随之登场 龙王就在其后 然而德拉格在见到这尊巨兽之后 竟然没有慌乱 眼见自己的军团被对方碾压 却还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只见他挥舞手中旋杖 几声怒吼 海水之中同样升起一尊巨兽 竟然又出现了一头阿尔法族龙王 战场开始分化 龙王之争 老爹与德拉格之争 以及龙族与军团之争 俗话说黑化强十倍 黑龙王战力碾压了白龙王 龙族之王眼见就要溢主 这样下去 龙族可就都要沦为努力了 伴随着德拉格的又一次怒吼 黑龙王缓缓站在了他的身后 任何龙都无法违抗龙王的命令 谁控制了龙王 也就控制了整个龙族 乌鸦仔也在黑龙王强大的念力下失控 甚至开始攻击小格格 千军一发之际 老爹铺开小格格挡下了龙眼 自己却倒在地上 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代战神就此陨落 龙王转头 恢复神志的乌鸦仔无比自责 想要靠近却被小格格赶走 丧腹之痛一时间充斥心中 其他龙族伙伴在听到黑龙王的召唤后 无受控制的向其靠拢 只有乌鸦仔想要逃离 也被德拉格控制着离开 这场战役 小格格一方惨败 众人悲伤的给老爹举行了葬礼 马尔卡告诉自我怀疑的小格格 使徒伊克从未怀疑过他的能力 他相信自己的儿子拥有领袖的心胸和龙的灵魂 只有他能将属于维京人和龙族的世界维系起来 一番话激发了小格格的斗志 他们还没有失去所有 别忘了 龙王是可以控制所有龙 但桀骜不驯的龙宝宝出外 洁白无侠的龙宝宝就是小格格最后的底牌 夜里伯克岛的龙族受到召唤不能自控 德拉格的军团倒来了 对方有黑龙王 乙方的龙族伙伴又全部被策反 眼见伯克岛就要毁于一旦 驯龙小队终于骑着小baby们赶到 还记得开始时众人接受过的赛龙训练吗 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 黑龙王迅速被吸引了注意 小格格则是飞到上空与德拉格对峙 最亲密的伙伴出现在眼前 乌鸦仔被控制的心智开始动摇 小格格告诉乌鸦仔 老爹的死不是他的错 如果是你就永远也不会伤害我们 对吗 一瞬间 乌鸦仔的理智恢复 直接将德拉格甩了下去 小格格及时跳到了他的身上 手动挡开启 接下来才是正习 略施小技将德拉格从黑龙王的头上炸了下去 想要抢夺权杖 却被黑龙王一口兵器吐中 德拉格正得意呢 却见冰块里面光能涌动 乌鸦仔竟然进化了 为了保护小格格 他竟然正面挑战黑龙王 权威受到挑衅 龙族们开始向乌鸦仔靠拢 不死心的德拉格还在指挥黑龙王进攻 却根本顶不住群龙的吐息 乌鸦仔最后一击打断了黑龙王的獠牙 巨大的黑龙王在气势上竟然输给了叶煞 带着德拉格转身跃入海中落荒而逃 龙族新的龙王诞生了 就连傲娇的跃云也承认了乌鸦仔的地位 老爹身死 艾瑞特代替他照顾猎卢 成为了一名正儿八经的龙骑士 这很荣幸 雅思翠献上深情一吻后 族中的婆婆给小格格画上了首领的标记 这里是伯克岛 有些破烂 有些简陋 还有些地方被不会融化的冰层覆盖 但这里是维京族的家 他们象征着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 侵略者可能有武器 有舰队 有军队 但是维京族有他们的龙 会喷火的龙 薛荣高手2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不错的观众可以关注一下仙人球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